发改委是引导外卖等平台 要求是下调服务费的标准 用意可能是为了支持一些餐饮业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 美团这一方面承压比较严重 今天也是到了星期五 大家可能也会比较提防一下 对于美团后续的看法 您现在是否也是更为负面了呢 是的 大家也要比较要提防一下 刚刚才讲到今年那个互联网监管 其实还没会收紧 还没不会放松的情况下 现在马上又再出手了 连带今天突然跌了差不多30块 美团都拖累到恒生指数 都去到刚刚说到一个一排天线 这个附近水平 我觉得就算里面可能已经跌太多了 有可能稍微会稳定一下 但资源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跌幅 有一个这么大的负面因素在里面的话 我觉得后市来讲 美团应该会跑出给其他科技股 大家要切记 千万要小心这只股票 所以现在要更加提防和小心这只股票了 但是这件事情会不会更加有利于 内地的一些餐饮企业呢 因为我们看到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 也是为了力保餐饮企业 能够在后续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个稳定性 所以您会不会也认为说 有利于这些餐饮企业了呢 我只能说可能对一些 这是一个微小的一些经营者 这是一些普通的一些制成的那些 可能会有一些一定的帮助吧 反正中央经营一直都失望 就是把这种利润或者说怎么样去把这个技巧 或者这些微小企业可能会减免一点 你说这些费用去降低的话 你说对大集团或者怎么样 其实也不会说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反正你点外卖 它只是说消费者的成本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点 或者说对于一个餐厅它的一个成本小一点点 但这些都是这些对一些小店 会比较可能会有个很大的支持跟帮助 对整体社会经济可能有个起的稳定作用 我觉得看法是这样子 并不是说对于整体餐饮股会有什么太大影响 我觉得就不会了 所以也是对一些小型的一些餐饮 或者是个人所持有的一些餐饮是有一些帮助 但是对于这些大型的一些企业来讲的话 可能是影响有限的 那另外就是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也会让大家比较担忧的 就是国内的经济方面 以及监管政策会不会在今年度开始陆续有来 那对于这方面的一个担忧 其他的一些客王股会不会也瑟瑟发抖呢 会的只不过我觉得之前可能大家看 好像很久政府没出手 就会有一个有所充电会不会是旷顺 但讲了很多次 就是这些客制啊经济这些方面 其实也是已经深套到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 很多事情都要去理清楚 或者说要去改革去怎么样去把这个整体社会发展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政策的方向 所以从这个点来讲的话 克制监管放松 我觉得不会是可能一两年之内会做的事 反过来会不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会出现收紧呢 我觉得大家要提防这个风险比较多一点需要 所以监管风暴可能还会陆续有来 大家呢也是要提防一下了 另外一点时间我们来review一下 上周您给大家推荐的个股首钢资源 今天关注到无论是港股还是A股 煤炭股呢都是走势比较凌厉的 那首钢资源呢也是出现了上涨 那可能也是在今天才开始有这个轮动吧 所以有一点滞后 会不会建议投资者继续持有这支股份 继续持有吧 今天都看到整个礼拜都 就是在这个港股这么动荡风雨飘扬的时候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股票 就是相对于讲会偏稳一点嘛 稳重求生嘛 那今天也是有一举 就是去一个跑赢大盘的情况下 有这个大的一个突破的话 我相信可以继续持有到 我上个礼拜给到目标价2块6毛4 那我们看到尽管这一周 只有今天一天有一个明显上涨 但是幅度就超过了7% 已经是接近于您早前给到的这个目标价了 目标价方面是否会有一些调整呢 还是说坚守在2块6毛5 就可以卖出这支股份了呢 我觉得还是继续均守吧 这个动荡的实施 我觉得有一些不错的利润 也可以先把它 就是一个反正这个持盈保态嘛 现在有钱的先赚下来 然后可能去部署下一次之会 明白 那么这一时段也是非常感谢浩玄 带来的精彩解读 想问一下您今天聊到的所有股份当中 有没有哪一支是您所持有的 没有 谢谢您 今天的投资朋友圈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相约在投资朋友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